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F-35A发生的 然而自卫队方面正在和美国抓紧交涉 以确认美国方面是否隐瞒了这款广规战机的技术缺陷 这很可能是导致日本飞行员驾驶F-35A最终坠毁的重要原因 而这也使得看似牢不可破的美日连同出现了一道明显裂痕 俄罗斯军事专家表示 这是挑战美日联盟的难得机遇 根据接近自卫队的消息人士透露 美日联合调查团队日前初步确定了这架F-35A坠毁的原因 认为是其冷却和导航系统出现了问题 但是还无法确定是否有其他关键性的故障 因为在事故发生之前 日本飞行员曾经毫无征兆地在无线电上表示终止任务 紧接着就在大海上追回 而美日在出动了大批军舰和飞机拉网式搜索之后 也只是找到了飞机的部分尾翼残害 最关键的黑匣子和发动机等关键系统依然没有找到 日军事专家认为 就算是一颗F-35的螺丝钉都对俄罗斯等国有重大作用 因此现阶段寻找飞行员已经不是头号任务 如何防止俄罗斯等国抢先找到残害才是重重之重 美日方面目前确认 这架F-35A坠毁在1500米的深海之中 但是拒绝透露更多的细节 包括确切的位置 军事专家认为 在日本潜艇军援船无法打捞残害之后 美海军正在从国内调派下潜深度更大的专业深海 在人前航器已完成这次难度极高的深海打捞任务 据悉 实际上F-35A坠毁的恶果已经开始慢慢显现 据悉 日本自卫队近期透露 将抛售其装备的上百架美制F-15G战斗机 这款战机号称是全球最经典的四代机 在服役期间从未被击落 之前一直是航空自卫队的当家战机 虽然部分战机已经颇为老化 但是对自卫队而言 依旧是不可或缺的主力战机 因此 这次日本方面急于将其脱手 也被视为是对美国的一次警告 据悉 日本军事专家透露 美国方面一直拒绝向日方透露F-35A的机密数据 以及缺陷报告 因此 日本有必要重新考虑之前签署的 引进142架F-35系列战机的巨额军售合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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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达 Trust